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下最關於暗之交戰和KWF98的新合作來了 和以往的合作不同 這次KWF系列的角色非常強 算是必抽的角色 也不再像是以前的合作角色 只能抽來紀念用 這次推出的角色有歐米加、盧卡爾、草之金 呼之佛武和麻功雅典娜 而且是以98版本為原型 池中除了這些角色外 同池中還有新角色萬聖傑、哥塞爾和綠奧曼 算是CP值很高的池 洛洛們的鑽石準備好了嗎? 接下來就請看洛洛介紹的角色內容吧! 草之金算是全方面的評價很高的角色 也是擁有滿分的評價 在PVP和周回表現特別突出 特殊戰技男人的氣魄 可以在殲面戰外每回合開始 給予敵軍全敵兩組三回合的點火效果 每層點火可以增加10%受到的傷害 效果可以堆疊 可和其他有點火技能的角色一起堆疊 而且身上有點火效果的敵軍對我方造成的傷害會減少 每個會減少5% 草之金的一技有不錯的基礎傷害 而且對方每個減一效果會增加傷害20% 二技則有全體傷害 每個點火效果會增加25%傷害 必殺技則可對單一敵人造成傷害 並對全體附上兩個三回合點火效果 草之技能優勢在於可以持續和快速的堆疊點火 能搭配其他點火角色有更多的增傷效果 對團隊的輸出有很不錯的幫助 而且還附帶減傷效果增加隊伍抗打能力 特殊戰技連續觸發三回合就可以有60%增傷和30%減傷 再加上自身技能也都有額外增傷 輸出傷害能力相當不錯 果然是招牌主人翁 另外這次合作活動打的超Boss歐米加盧卡爾 就能用草治晶搭配紅火團長來打 但其他的殲滅戰和超Boss大部分都不太吃點火效果 裝備推薦4猛攻2鐵幣或4猛攻2彗星 羈絆角為團長加攻擊力 1C是加暴擊傷害 組合搭配上PVP可以考量搭有點火的角色 最常見的是搭率要慢 後備位為麻功雅典娜 他在PVP時我方回合殺死敵軍後 可以扣敵方全體必殺值兩格 火之火則是這次合作角裡面評價比較低一些的角色 但還是有不說綠純潔的中上評價 打高難鬥PVP和大亂鬥也都不錯的表現 特殊戰技可以在不知火技能等級提高時 賦予不知火兩規合基本能力增加15%的效果 不過效果不會堆疊 但已經算是提供不錯的增幅了 1技可以減對方必殺值 最高可以減3格 2技有全體傷害 而且自身套用增益效果每個增加30%傷害 這是類似紅傲慢1技的全體版 只是基礎傷害為全體攻擊的水準 但增傷很可觀 而且特殊戰技觸發的BOB也會算在內 特殊戰技的效果共有3個增益 必殺技則是有不錯的單體高傷害 而且會升級不知火武的技能 會全都升一級 雖然看起來比較微妙一點 但也算是提供一定的持續輸出 而且也會同時觸發特殊戰技的效果 以輸出能力來說 打一些翹Boss和殲滅陣傷害還可以 特別是扣3格必殺技很好進行牽制 頭卡也能夠減1格 以技能組來說不難打出金卡效果 只是目前版本這種效益的主要需求比較少 只能期待未來的發展性囉 裝備推薦4猛攻加2鐵幣 但也可以走高生存的4HP加2鐵幣 讓他能持續生存發揮扣必殺豬的價值 加成效果讓他還是能夠擁有一定的輸出能力 只是通常還是前者考量比較多 羈絆角搭配是馬鈴加暴擊率 若可惜加吸血 簡單來說大部分都會把不知火的價值 只放在減必殺豬上因為輸出上會有更多可選擇的角色 但他還是可以當作能用的輸出選擇之一 馬鈴加點塔也是在大亂鬥PVP評價都不錯 特殊戰技可以在殺死敵人後再降敵人全體2格必殺豬 可以用來壓制對方讓對方難以靠必殺翻盤 1技金卡可以解除姿勢而且附帶暈眩效果 2技可以依照對方必殺豬增加額外傷害 兩招都有不錯的基礎傷害 必殺解除單一敵人姿勢並附加高傷害 裝備考量則是4猛攻加2鐵幣 或是以他解除姿勢和暈眩考量的4HP加2鐵幣 簡單來說這隻是PVP用角 通常放在後備位發動特殊戰技效果 用於開場跟秒敵的組合 直接殺死對方且讓對方難用必殺技翻盤 自身上場也可以利用解除姿勢和暈眩針對特定敵人 本身也有不差的輸出能力 在PVP以外一些場合還是可以用的選擇 羈絆角為公主增加忍耐率和莫諾增加HP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歐米加盧卡爾 也是和麻公雅典娜一樣高評價的角色 各項評價相當不錯 在周回和PVP特別突出 大術戰技可在HP50%以下且生存觸發 直接被打死則不會發動 會解除身上所有解疫並且補滿血 同時增加15%所有能力值 但只能觸發一次 這招算是很不錯的生存技能 雖然PVP很有機會被直接秒掉不發動 但多了這招等於多了一次反殺的機會 而且補滿血和15%增幅相當多 在PVE也很好用 1技有全體貫穿率3倍的傷害 2技單體減對方攻擊相關能力最高40%兩回合 頭卡也有20%一回合 必殺則是無視防禦的高傷攻擊 裝備考量上會以4猛攻加2鐵幣 追加屬性的部分 除了攻擊力以外也會考量洗出貫穿率 防禦裝備方面則會選擇洗出生命和防禦力 羈絆角傲慢加忍耐率和斑加吸血 PVP組合考量上會放在貫通隊 組合可以搭配藍魔團加歐米加盧卡爾加蘭莉莉莉亞 加後備位馬公雅典娜 打開場爆發秒殺敵人 2技有貫通輸出的角色爆發力很高 也能彌補之前貫通隊被剋數的問題 若是要替換攻擊和輔助位的話也可以考慮 萬聖傑綠高、紅綠傲慢、紅唇傑、綠斑、眼鏡妹 八輪帝、畢高、綠星、紅馬鈴和蘭黛安娜 後備位方面除了馬公雅典娜外 也可以考量降敵方貫穿的紅金恩 PVP降敵人攻擊力的綠莉莉亞 降敵人致命抵抗和致命防禦的戴絲皮亞斯 PVP加我方防禦的綠雷蒂 PVP加我方HP的古力亞摩爾 和增加速度英雄攻擊相關能力的藍神速 另外歐米加盧卡爾也是能打防高的敵人 例如超BOSS戴安娜 綠高也是這次必抽的強力輔助角 評價也是滿分 在高難度和PVP表現很不錯 雖然他和KLF同卡池 但無法用兌換的方式取得 最多只能靠自己好運抽到 或是300抽獎勵時送的SSR角色裡面隨機獲得 這也太心機了吧 特殊戰技為隊伍中角色權為不同種族時 每回合開始我軍攻擊相關能力增加7% 最多可以堆疊5次 效果是參加戰鬥時會判斷 有同種族時效果就會直接重置 1技全體攻擊 而且會附加對方每回合減少必殺豬效果 同卡為1回合減1格 金卡為2回合內每次減2格 在敵方回合結束時才會扣 以牽制敵人的必殺技來說很實用 只要前提是對方要不會清除Debuff 2技就是同必高的技能等級提高效果 必殺技也和必高一樣 在角色性能上來說 綠高比必高強 只是由場上隊伍種族要不同的問題 只要解決這個問題 特殊戰技就是很可怕的加成了 超Boss和介面戰表現也很不錯 雖然1技的觸發算是Debuff 很容易被Boss的特殊戰技消除掉 但解決隊伍種族組成的問題後 特殊戰技的增傷還是讓他有不錯的上場機會 算是穩定增加效果 至少比必高的特殊戰技好觸發 要不受到攻擊比較難一點 裝備考量上推薦是4HP加2鐵幣 羈絆腳方面則是搭金安有合計 而且也可以強化貫穿率 搭馬鈴加暴擊率 搭威壓加攻擊力 組合考量上現在會比較受限一點 因為女神族和一些角色還沒加入 所以也不到完全能頂替必高的位置 除了前面提到的貫穿組合可以放之外 其他還是先看隊伍種族組合再考量放入 之後會有女神族公主後 會有更好的搭配組合 特別是在綠魔神亨德里克森 泳裝伊斯汀 幼年金恩和紅莉莉亞等角色加入後 能組出的隊伍組合可以更多元一點 那以上就是這次新卡式的角色技能評比 與PVP隊員組成還有裝備建議 希望對肉肉們有所幫助 最後洛洛的Discord群組也有7大隊相關的討論頻道 歡迎想一起來聊天找真有故事想加入洛洛騎士團的 在影片描述中可以找到連結加入 那喜歡這支影片可以給洛洛點擊一個喜歡 給洛洛一個鼓勵 覺得內容實用也歡迎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有任何想問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現在趕快按下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每週一到五晚上九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下次再見